冰淇淋 一下子就螺化了 有覺得哪裡好像怪怪的 那個鈴 鈴 對 沒錯 還有一個地方有發現嗎 是融化嗎 還是螺化 融 網路上家長分享 小學生剛學助音 可愛又好笑的造句 你看得懂嗎 如果我是DJ 妳會愛我嗎 對 只是說這是 J是寫反 滴丁 不對 是DJ啦 國小三年級的造句題目 如果點點點 小朋友從網路影片學習 不小心把字寫反 各式各樣國小生造句 常常惹得老師和家長們 好笑又好氣 不過在加把勁 訓練國文能力的同時 現在台大工學院宣布 112學年個人申請 機械工程 化學工程等四個細鎖 不再採納學測國文成績 也讓學者們有些憂心 不參採國文 這樣會不會對於考試引導教學嗎 大家都為了 早生上面 太過一致 國文的教育會有一些副作用 陽明交大副校長認為 台大工學院做法可能是想拉開 和清教程錄取學生的重複性 不過卻也可能影響高中生 學習國文的意願 應該至少訂定國文成績標準 而對此台大也回應 強調不是不重視國文 而是對理工科來說 國文不是招收合適學生的重點 減少參採科目 可以收到更適性的學生 學界意見不同 就看各系所和學生們怎麼取捨 TVS新聞 華曉雯 張惠仙 台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